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的早点,小汤包 试了很多次,不同的和面方法 今天终于试出了比较理想的小汤包 皮薄之多,关键是没有一个破皮的 我是用高筋面粉和中筋面粉 结果是高筋面粉做出的更好 和面很简单,没有任何技巧,干就是了 下面我们开始做吧 先和面 一个大碗里,放入两瓶杯高筋面粉 大约225克左右 加入两大勺菜油 半杯室温水,大约125克左右 用筷子将其搅匀 用手稍微揉揉,将面揉在一起 盖上后醒10分钟左右 10分钟后再揉,就很容易揉了 将其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盖上一个盘子和湿毛巾 放置一边,静置30分钟左右 我这次静置了50分钟左右 现在来准备馅料 将两根葱白,切成末 一小块生姜 切成末 400克左右的火鸡肉 用猪肉应该更好 就是fat多些 然后往里加 葱末 姜末 两大勺生抽 两大勺料酒 1大勺蚝油 1小勺白胡椒粉 1小勺糖 1小勺鸡精 2大勺淀粉 1小勺盐 搅拌均匀 放置一边 将同量的肉皮冻 大约400克 切成细小的丁 切的时候 在刀上抹一些水 这样比较好切一些 将切好的肉皮冻 放入调好的肉馅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一大勺香油 搅拌均匀 用保鲜膜盖上 放入冰箱 备用 这些面可以包24个 或32个小点的汤包 先将饧好的面 分成三等份 取出一个 揉成一个长条 然后将其切成八等份 撒些干面粉在上面 将每个小面团揉一揉 压扁 放一旁 用一个盘子盖上 防止面团变硬 取出四个面团 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 大约10至12厘米的圆形 八个都擀完后 就可以开始包了 拿出第一个面团 放入一大勺肉馅 像这样的包 换一种方法 再包一个看看 所有包完后 将八个包子放进蒸屉里 烧一锅水 水开后 将蒸屉放上 蒸5-6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打开看看 哇 各个汤汁饱满 不漏汁 拿出一个看看 皮薄薄的 软软的 满满的汤汁 非常好吃 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留言 转发和订阅支持 点击进入本频道 可以看到 我的其他美食视频 好了 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